原始点医学完整版 张昭汉医师著 2021年11月出版发行 从出生到死亡 我路过人间 从拥有到失去 我经历沧桑 这些刻骨铭心的画面 经沉淀后画成了文字 此刻书本刚完成 我思索着 如果人生能够重来 我会是多么幸福 总有那么一天 您也会来到老病死的十字路口 为了对生命负责 不留遗憾 请停看听 原始点医学的告白 自续 生命的过程 必须经历生老病死 原始点医学的诞生 虽然不能做到 不老 不病 不死 但通过按推 热源及其他保健方法 却可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从而达到 有病可肃愈疾病 使患者转危为安 无病 可抗老增受 预防疾病 回顾2016年到2017年间 此书仍处于逐步完成阶段 但对理论的研发 却停滞不前 对热源的改善 也乏善可陈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 在2017年末至2018年初 通过对个案的深入分析 因而对心脏骤停的 急救诊疗方法 有了更深层的体会 此期在治疗上 若无法分辨促导之症 是由头部或上背部体伤所致 只要昏迷 皆先就地 立刻按推上背部原始点 且力道必须加重 一次到位直至深层 如此才能快速有效地 解除病症抢救患者 在诊断上 确立了心脏骤停之生死 细乎热能之有无 而治疗之难易 则取决以热能之多寡 除急救外 其余章节 因看不出有何缺失 一度觉得此书写作已到终点 直到2018年 从一次失败案例中 通过反复思维 最后总算找到问题所在 及解决方法 并总结出 外内热源必须直达体伤位置 才能真正改善热能不足 这是姜粉 姜粉泥 姜汤的应用 有了很大的突破 例如将其作为内热源 可基由灌肠 洗眼或喷鼻腔 口腔 阴道等 使热源直达患处体伤 直接温暖器官 将其作为外热源 可大面积 用于体伤位置 既由皮肤吸收 直接温暖身体 并配合运动 休息 心态 按推 及其他外热源 即可改善 特定部位的体伤 及热能不足 以加速疗愈疾病 使重病患者 转危为安 在提升疗效之余 为了使此书的理论 与临床相一致 每一章节 皆经反复推敲归纳 误求条理分明 符合实际操作 使读者一学一用 期间 参照医学的架构来编排 不仅将前面的手法 全部移到理论后的应用品 还将谈缘 调到医疗与保健之后 改名为 影响身体之源 同时 也将疾病处理图 重新绘制 放在理论的首页 改名为 原始点医学 示意图 且由于调音 经仔细推敲 发现其内容 不仅着重于治疗 也涉及了诊断 因此 才会将其与变因 合并为一 并改名为 诊断与治疗 以达到 明实相符 影响所及 也将弄果 改名为 疾病与衰老 至于 辩疾病体伤位置的 本处 与患处 意思相同 为了简化 故将书中 沿用已久的 本处 全改为 患处 并将患处痛点 定义为 小开关 而有别于 大开关的 原始痛点 通过如此 剧烈的修改 与调整 遂使 原始点医学体系 得以更趋完善 有健康的身体 生命 才能有品质 的延续下去 而健康 主要来自于 人体的体力 体力 又来自于 自然简单的 生活方式 所以 与其教导民众 健康 要靠打针 吃药 不如教导民众 如何过 健康的生活 换言之 在日常生活中 只需善用 医疗保健支援 如 正确使用 按推 及热源 适当运动 充分 休息 良好心态的 就能改善 体伤 及热能 不足 提升 人体的体力 自愈力 以达到 有病 可快速 疗愈疾病 重回 健康 无病 可抗老 增瘦 预防 疾病 毫无 疑议 这种 非侵入性 非药物的 生活化 医学 才是解决 生老 病死 问题的 最好 方法 张张罕 一人为本 一病为世 永远不停步 永远不停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序 庇护